马公施工所为维护各个社区的环境整洁 每个礼拜都会安排社区志工做环境整理 日前施工所清洁队结合社区志工、军方、老人、小孩等人 到崇光以及乌坎社区做环境打扫 让这两个社区更加整洁 市长叶竹林也表示 从他上任以来亲近家园已经持续的多年 现在也看到了成效 每一个社区的志工都会主动不定期的出来整理环境 我们亲近家园的活动 这个活动从我上任马公市长以来的话 我们就持续不断的在执行 真的很感谢我们各礼的志工 以前是这个礼的志工出来打扫 现在我们已经变成这个礼出来打扫 有四五个礼就大家一起来相互支援 这个慢慢的把我们的环境维护的观念 把它带上来 也透过这个活动让我们社区的环境 更卫生更安全 尤其在这个防疫期间 让我们感受到环境健康 环境卫生的重要性 打扫环境共分为多个小组来进行 分别是社区的志工 乐林志工以及部队代表等等 其中还有阿公阿嬷带着孙子一起来整理 他们说就把它当作运动就好 因为我们这个就没问题 这个环境好像在运动 出来就这样打扫一下 顺便出来运动运动 清洁环境这样子 哪来啊 因为现在放暑假 带他们出来运动 兼清洁家园 让他们知道说社区要比较清晰 不会 看你好像流很多汗 比较热啦 流汗是痠 不会咧 不会 很好玩 在我们团队里面有许多的长者 这些长者他们都抱着一种服务 而且一种运动的这个态度跟精神 来从事这个环保的工作 社区环境整洁维护人人有责 施工所排定时间 每周下乡替社区环境整理 但相公所也呼吁民众 不要随手乱丢垃圾 一起来维护这个干净的家园 记者 陈荣誉报导